您好,这个单元我们将教您如何列印传票,以及如何设置中医刀指形。 请看系统示范。 这是我们已经登打完成的一张传票,如何列印出来呢? 请点列印按钮。 我们可以选择要列印当前这一笔传票还是全部的传票,或者选自定义。 在这里选择要列印的传票的号码区间。 选择好以后,我们可以直接列印,也可以先预览。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显示的大小。 这里是切换预览显示方式的按钮。 请看这边的报表选择。 页码内容。 分单页码是指报表的页码会以每笔传票分别显示,也就是说每笔传票的第一页都显示页码一。 而连续页码是指报表中每一页的页码会连续显示下去。 列印格式有这三种。 屏幕式是这样,有表格和内容。 套表式是指列印内容。 我们可以列印在固定的表格中。 表格式是指列印表格。 显示每页合计是指当一笔传票内容很多,要分几页列印时,是否要显示每一页的合计值。 显示现金科目是针对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传票来说,是否要显示出现金分路。 您要列印的话,可以点选这个印表机。 选择您要印的份数后,按确认就可以了。 您也可以将它输出成档案。 比如说,我们要将这张单据输出成Excel档案。 我们点选这个地方,选择输出的格式。 接着再选择要输出的路径。 登打文件名后,存档就可以了。 如果您列印传票时使用的是中医刀的纸, 那我们需要在电脑中做一些设置。 点开始设定中的印表机。 接下来,用滑鼠选中您列印传票时所用的那台印表机。 请注意不要选错了。 然后点选档案,伺服器内容。 打开列印伺服器内容视窗。 格式叶迁。 在所有格式中选择Later这种格式。 接下来勾选建立新格式。 格式描述中输入中医刀。 度量单位选择音质。 纸张大小,宽度不变,高度改为5.5。 好,存储格式。 这样中医刀的纸型就设定好了。 请按关闭。 接下来看看系统中要怎么做。 我们回到正行系统中。 点击列印设置。 印表机。 印表机名称要选择我们刚才设置的那台印表机。 确定。 纸张大小的地方选择中医刀。 方向为直印。 好,确定。 这样就设置好了。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列印了。 如果您要关闭可以按这个地方, 或者点击退出。 本单元就讲解到这个地方,谢谢。